好 那這個是一個核心交換器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那剛剛講你的那個翻轉網路是加入核心交換器 那還有其他的 SDN 好 中智是什麼樣的公司怎麼可以跟國際大廠做SDN 那這個SDN事實上是很久之前一個大陸的公司跟我講的 他說你們有沒有新的要發展東西啊 他們說現在流行的SDN 那我們講的SDN 那我們看看啦 我就花了一點時間去看一下 發現說在那個時候 SDN 我是沒辦法做那個管控的 我們把它做出來之後發現不對啊 我是做Fileware的Fone包沒辦法不是我管 那我們看一下為什麼不是我管 假設這三個switch 三個laught 好了 三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看那假地 椅地 它有一個落地switch 有一個call switch 在這邊跑來跑去的 那我如果說要改變一下目的地的話怎麼辦 本來假設假地路由是這樣跑 是這樣跑的話 那我想要把風包從這邊跑到這邊的話怎麼辦 開始改了 登錄這個laught switch 跟它講路由 跟登錄它 登錄它 開始做 做那個路由的改變 好 那這個同一個廠牌呢 還算簡單 不同廠牌呢 你很痛苦了 這個東西改起來絕對是痛苦的事情 假設你的網管 或者是你有改過這樣的大路由的時候 那是很痛苦的 那核心交換器 那個sdn就很簡單喔 我就全部都openflow送出去了 這是個device而已 它只是media 就是這個設備的media的device而已 全部都交給sdn的controller 控制器來控制 全部都交給它 好 那全部把ip routing port qos 應用程式管制 通通交給sdn的controller 那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地方又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再來看看喔 好啦 那你說你sdn 那重置把sdn放進去 那怎麼玩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圖也很好玩喔 一樣嘛 我可以先把它畫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我受sdn control的控制 等於這個區塊的封包 我完全不管了 你sdn control的怎麼快 你看 control就可以了 大家想一下sdn control 要做什麼事情喔 sdn controller 可以跟openstack 就是如果大家有聽到網路的話 就是openstack的網路 它是跟互通的喔 它的協定是跟互通的喔 就是說假設你要架設 openstack的網路的時候 把sdn controller 引發進去的話 這個東西事實上可以 交給sdn 那個openstack的server 來控管的喔 好 那我就畫分一小塊給你 就是完全受到你sdn control的控制 我不管 也就是說你從這個port 要跑到這個port 不歸我管 是誰管 sdn control管 好吧 那我可以說 那我這邊再畫一個server群組 畫一個內部server群組 然後畫一個廣域wand 假設你是不只是做核心交換器 你也希望拿它當firewall 好 那這種架構之後呢 那就好玩了 只要它從這一塊要跳到這一塊 就可以執行NG firewall的所有的功能 所以只要它從這一塊跳到這一塊 這一塊跳到這一塊 或者是這一塊跳到這一塊 只要它封包要出去了 那它就做NG firewall的所有的功能 這個就是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從核心交換器 從那個sdn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我們把兩個都放在一起的 那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圖來想像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觀念 看一下 好 這個圖畫得有點稍微誇大一點點 有點野心的一點點 好 我們想像firewall在這邊 好 UTM 沒問題 NG firewall 這個又把功能包起來了 那我們NG UTM又把它包起來了 那個CPU效能這麼拮捷 你怎麼做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 就算剛剛這一台 你有沒有用ESC加密器嗎 加速器嗎 有開一個專門的ESC給它用嗎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你這麼的野心這麼大 包含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都是一個很好資源的東西 你怎麼做 事實上我們也經過市場的考驗 很多時候是需要不同的想法 大家如果有玩Linux的話 或者Unis的話 或Windows都一樣 你看到你會有多核心 好 多核心 這個是我們一個經驗 大家有看過 Session 一台設備Session裡面有上百萬個嗎 Concurrent Session 同時連線數 除了在ISPE的機房 Core Switch看得到之外 其他一般在台灣的企業 不要說大型企業 大型企業 都看不到上百萬的 那個Concurrent Session 那很幸運的我們看到了 所以我們知道說 問題要怎麼解答 一開始我也不相信說 不對啊 Ninux可欣它可以自動分配中斷 每個網卡中斷 那個自動分配嘛 那全部交給它 自動分配就可以了 結果跟我對口的那個工程師說 不行啦 你這樣做會死掉了 我說不會啦 不會死掉上去了 結果一上去之後 五萬個Session OK 十萬個Session 我的CPU爆了 吃單顆CPU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到最後 它的中段 全部都會跑到一顆CPU上去 全部吃到一顆CPU去了 那這個時候吃到一顆CPU 就變成這個 假設這個網卡的中斷 又從這邊過來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 風暴落死 我不相信了 我很鐵齒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不要 你不要這樣做 你照我的意思 把它分割 每一個網卡給它一個CPU 記得 每一個網卡給它一個CPU 好啦 我放了每個網卡給它一個CPU之後 發現說 原來可以撐上去了 每個網卡通通都上去了 通通可以上百萬的Session 不得不相信 你如果Kernel處理得很好嗎 沒有 對不起 在這個地方 的經驗判斷就是 你要給它每個網卡 每個CPU 好啦 那我們問題就出來了 你CPU處理好了 網卡中斷處理好了 你要做IPS 你要做DPI 你要做那些 你的CPU有多少個資源可以吃掉 這個也是我們內部文件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我們想了很久 我們發現說 有些東西 是要不需要馬上處理 有些東西呢 它是需要馬上處理的 譬如要講 IPS 剛才的發問說 你要In-night IPS 所以你要放In-night IPS 這個沒問題 可是大家知道 IPS要很好支援 每個風光都要比對 DPI也是 每個風光都要比對 比對下去 你的CPU怎麼撐得住 我們做一個 Trick 一個小小的變化 就是說 平常呢 IPS是 Copy的 就是用Sniffer模式在跑 我認為 平常的網路風光都是好人 結果 一般的網路風光 平常的網路風光都是壞人 所以每個風光都要檢查 可是我們相信說 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人 所以我用Sniffer模式再偵測就好了 那Sniffer模式偵測完之後 假設我發現真的有壞人了 怎麼辦 發現真的有壞人了 這個是個Back guide 這時候通知他 我還是個In-night這邊 啟用他 因為我每個風光一過去 都會打個Mark給他 打Mark 打完Mark之後 發現他有問題了 趕快把東西把它貼上去 把後面的風光丟出去 應該講丟掉了 這樣有個缺點 也有優點 優點速度變快了 CPU資源也不能那麼高了 缺點是什麼 你會漏掉第一個風暴 因為第一個風暴 因為第一個風暴 是Sniffer模式 它已經出去了 可是大家想想看 對啊 你網路攻擊的時候 你會記得第一個風暴是什麼嗎 通常不會 通常就是 網路攻擊出現了 大概三五分鐘之後 你才知道說 我要擋它了 所以我漏掉第一個風暴 並不代表我會對我的網路 產生多大的威脅 可是我因為漏掉了第一個風暴 我的整個CPU的運作效能 變高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所以DPI一定是要串接的 它沒辦法 你一定要這樣做 要不然你怎麼找出來那個風暴特徵值 那Proxy也是一樣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 把它怎麼把效能提高 因為你必須要思考一個方式說 效能不提高 吃不了的 好啦 做了那麼多 我們剛剛講說 有那麼多的功能 很複雜 很複雜就很難做 很難管 我們又做了一件事情 把所有東西 Log 全部用圖像 呈現出來 這個也是很少人做到的 你看到市面上大概 在NG Firewall 或NG UTM 很少人會這樣做 除了 就算大家講的應用程式的Pilato 大概也沒有像這樣做 好吧 我先用個時間軸 以前的時間軸是怎麼樣 sequence 幾點幾分發生什麼事情 幾點幾分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一串下來 你去判斷吧 你累積吧 是不是 我不要 我開始用個時間軸 你的次數是什麼 對不對 這是次數 還是這是NG安全防護 譬如講說 我這個是 UTPU Broadcast的次數 在這邊 這這個 14點的時候 他次數多少個 然後是哪一個人 然後哪個IP 我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 我幫你把數字算過 那就看得下 流量也是一樣 那我把流量也把它分析出來 然後把那個Web 不管你是Web 不管是HTPS 我剛剛講到SSL 只要你是用 Browser的SSL Browser的HTPS 不管你上哪個地方 通通都可以解析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地方 那這個是 一樣嘛 這個人 上了HTPS 然後細節 然後細節 到哪個網站 這些都弄出來 好 但是即時 這個也沒問題 那看一下 我們雲端網路安全 事實上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 topic 就是說 網路安全事實上 是不可以打折的 不可以被 說放棄怎麼樣的動作 不可以 那我們認為說 未來應該是容易部署的 第一手知道你的網路狀態 所以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大概是一個iCloud的Service 就是說 所有的人 所有的設備 不管是交換器 AP 通通可以協同防禦 然後NGUTM 透過這個iCloud的Service 監控你的設備 即時的監控 那這個是我今天的 那個翻轉把網路的 一個簡單的說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